上集说到,斗鹊将吸血鬼皇族的公子收尾了宗门大长老后,一群人离开了远古遗迹,来到了城镇附近的小树林中。 可能就我们几个人吧? 我没开玩笑啊,在你加入之后,我们的宗门又多了一位大长老,离世界第一宗门这个目标更进一步。 那我们现在的计划是什么? 搞临时,只要是能搞到临时的活动,我都参加,现在我们就是要去离恨房交接任务。 为什么我会有一种上了贼船的感觉?他的实力那么强悍却穷成这样,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经过他们简单的几句沟通,司飞汉已经基本了解了他所在的宗门的情况,那就是资金不够,人数未定,名字暂无。 随后一行人便来到了离恨房内,交接任务换取今晚的吃食。 再怎么说,这里也是杀手组织,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 司飞汉这小子是吸血鬼一族,不会做出来什么事情吧? 你可别乱搞啊,别杀无辜的人,想喝血等会儿喝那些无恶不做的人。 我不喝血啊,你们吸血鬼不喝血。 谁告诉你吸血鬼要喝血的,这就是个代号而已,以前一个种族叫做无敌族,然后就被灭了,他也不无敌啊。 我还准备将我们的宗门命名为无敌宗呢,看来要改个名字了。 请问几位是来交接任务的吗? 交接任务,顺便给我来一个悬赏高的新任务。 好的前辈,正好我们这里有一个新的任务。 暗杀盘龙天骄大会发起人谈记,任务悬赏20万上品零食,目标实力为灵魂三段。 任务地点在中州盘龙城中,此人修炼的功法为天上,灭绝了不计其数的宗门,所以特在此地寻找高手将其抹杀。 你们还有啥事吗?没了的话我们就直接过去。 你这是将士俗低头? 豆爷这是为民除害,不要说得那么俗气。 这次的比赛是我们比赛。 这次的比赛是我们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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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看啊 这个人好帅啊 是啊是啊 它旁边的那几个男人也好帅啊 就连那条狗都长得好俊啊 这位兄台 这里是演舞台 比赛的地方 我真是服了 怎么什么老六都能被我碰到 人家空间借礼带的都是零食 武器 功法之类的宝物 你这带家具是个什么意思 你们是出来野炊的吗 嗯 我知道 你们打你们的 我们看我们的 相互不打扰 不是 你这样实在是有些闲眼了 这些人怎么这么闲呢 不就是布置个休息场所吗 用得着这么看着我们吗 这太阳有点大呀 卧槽 这人空间借礼到底都装了些什么玩意儿 怎么连这种东西都有 你特么不是来比赛的 你这是来度假的吧 可惜了 这么热的天气果汁竟然不是冰镇呢 小萱萱 给我来一本冰系功法 嗯 你要干啥 功法兵的祖宗 如同火的祖宗一样 最强冰系不需要解释 解释就是哺辱它的名字 牛逼炫技就完事儿了 这 好恐怖的冰系功法 好凉快 老哥好强啊 这兵属性 比任何神的神力都要强 而且不止一点半点 这位朋友 不知道你释放这么强的灵力是要干什么 不好意思 刚刚修炼了一门功法 现在入门了 你才刚刚领悟 不可能吧 这才刚领悟就有这么强的威慑力 而且这才多久啊 刚才你还在摆东西呢 这么短的时间内就领悟一门超强的功法 骗啥子呢 当然是真的 我这是第一次接触兵系功法 你们这一脸不相信的表情是什么意思 你们不信 不信你问我身边的这些人 他们一直都跟我在一起 他们能够证明我从来没有修炼过兵系功法 我也不信 这么强的远超众神的兵属性 你说你是刚刚领悟 哥谁谁也不会相信啊 老哥 虽然我不该这么说 但是我是真的不信 你们两个叛徒 这位朋友 连你的朋友都不相信 你说我们会相信吗 我真的是能领悟 只不过我的悟性有点强而已 有多强 难道是单单看一眼功法 就能领悟到最高境界的 举世无双的天赋 对啊 你咋知道我天赋举世无双 这位朋友 牛皮别吹得太大 小心闪到自己的腰 但小心什么时候牛皮吹大了 无法收场 到那时候你后悔也晚了